Hey girl 别害怕 准备好 带出发 我是最好姐妹 带了就抱一下 Hey 我爱你装下 带了逃避的想法 爱就像暴露游戏 开始了就停不下 心灌脱 失落 一路紧缀 追到天啊 还没找寻的气味 这一场舞是特别为记者会所设计的吗 对 因为我想应该很少看到电影的发布会 就是男主角要自弹自唱 然后女主角出来要热舞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吞火球 来掌声欢迎 我觉得可以从细节看出 其实真的这个电影是非常用心的 然后我也很高兴可以带我三个姐妹来台湾跟大家认识 她们是不是很漂亮呢 当然 是 只有差我一点点 你也很漂亮 不要这样讲 不过呢 其实阿雅刚也提到呢 要带来三位不同的朋友要跟大家见面 对不对 我们先从左手边开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作女郎》中扮演哈梅的黄依玲 那么其实哈梅她有一点点无理头 大家都知道 她有她自己的小世界 小心情 然后跟她的姐妹桃园分享她的小心情 所以我觉得 希望我的表现可以给大家带来认可一下 Hello 台湾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张欣宇 其实今天是第一次 哦 不是今天第一次 这次我是第一次来台湾 哦 是第一次来台湾 对啊 第一次 然后很开心 然后在里面我是适演的男人 我可能今天看我这个装扮觉得有一点意外 为什么她会演男人婆 但是呢 其实在新版的男人婆呢 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是这个举止和男人之类的 虽然我也还是比较挺男人的 她是思想上男人 真的是男人 真的吗 因为 因为欣宇呢 其实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你知道 风情万种的那种长相 但她内在呢 真的是张大 哎呀 我也觉得你风情万种 张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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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你觉得我风情万种 我觉得你风情万种 张大叔 请告诉锦荣 哈哈 锦荣在哪儿 又来一次 哈啰 那其实所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不挑张欣宇演万人的名 我们让她自己演 自己来回答 好的 来 因为我要娶男人当老婆 哈哈 就她的那个比万人的名可能更加就是具有掌握性 只要娶男人当老婆 在座有没有人想要嫁给她的有没有 都没有 那我自己先好了 好好好 当然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第三位刚舞龟有提到万人名这个角色 来 我们又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台湾 很开心舞蹈能够选中我来演这个万人名的角色 压力蛮大的 但我相信我要扛着压力给人 非常好的万人名 你们先介绍你的名字一下 来 我叫刘凡飞 刘凡飞 22岁 新一代的万人名 那为什么叫她新一代的万人名 她不以卖弄色相 不以耍弄完男人为第一目的 反而她是一个希望成为万人名的万人名 哦 年轻 有朝气 然后很清纯的万人名 所以其实这次的角色都有一点颠覆 我只能说就是导演真的是慧眼是因此 因为其实之前的结婚狂 大家都知道是奶茶刘若瑩演的 那她演的这个人物呢就变成一个经典 然后也掀起一阵旋风 但是十年前的这个结婚狂 跟现在的结婚狂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很有信心 就是可以把这个结婚狂演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里头真的是厌服 不浅 就是有范依晨 然后有景容 两位这么帅的帅哥 但只有跟我有亲热气哦 我们之前在成都开了两个月 然后人家都说 哎你知道就是如果同一个系里头 有很多女生的话 应该会不合啊 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电影里头呢 就是相处的非常的和睦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鞋子里头啊 彼此的鞋子里头放丁之类的 听说连饮料都有放蟹药 然后大家非常的和乐 完全没有和睦 如果放蟹药会让他们变瘦 这样不行 我上镜就变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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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